现在呢是10月5号 我们那个扑道呢进入秋式飞阶段 我们使有机肥的时候呢 一般的农户呢喜欢挖沟 然后呢把油机肥埋到里面 你挖沟的时候把根都挖断了 他们说呢老根不断先硬不撑 那是胡扯 那挖沟之后呢把根挖断了 那么这里面肥了很多根 根没长不过来 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式飞法是怎么样呢 把油机肥撒在表层 看没 把油机肥放在表层 然后你旋径机呢 门轻的一翻 翻到深度呢不要超10厘米 把油机肥放在表层行了 放在表层呢 即使了油机肥 同时呢又不伸根 不会伤根 那肥料怎么被根吸收呢 我们再浇水啊 一浇大水 那油机肥中呢 有机物还有蛋连甲 伸到下面去 可以了啊 虽然说我们种坡的种植物啊 是油机肥的时候千万不要挖根 不是千万不要挖钩 是吧 不要挖过视频啊 要表层式飞法 实在表层一翻就行了 走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